记者蔡张胜清竹报道,前中华产学交流协会陈庆理事长得知明星科技大学承办教育部大专以上人力加值方案高雄地区课程,进火桶数人当人头教师,制作数十名幽灵学员出席记录表与成绩单,然后向教育部申请补助,事后明星科大发现课程有问题,一般54名学员竟然只有4人上过课, 乃向检调检纸,新竹地检署依诈七罪嫌起诉前理事长、前执行长以及七名人头教师,检方调查,前中华产学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南得知教育部于98年间,为协助大专以上毕业代业民众充实自我专业工作技能,实施大专以上人力加值计划,各大专院校或符合规定之团体, 得向教育部申办实施大专以上人力加值计划,教育部将依规合法开课单位课程补助经费, 明星科技大学当年委托协会办理该校大专以上人力加值方案高雄地区课程, 陈南与执行长为向教育部扎领有关明星科大大专以上人力加值方案高雄地区课程补助经费, 分别招募多人挂名担任24门课程讲师,陈南自己也列名担任课程讲师, 还招揽66人报名课程,陈南等人于98年6到10月间制作内容不时学员出席记录表, 学员成绩班送往明星科大申请课程补助经费, 教育部营而陆续拨款332万4千元课程补助经费给, 明星科大又将部分课程补助经费汇入被告等人账户, 总计被告等人以此方试诈的37万3千余元, 事后明星科大发掘部分学员报名课程门数过多, 且部分学员报名课程上课日期重叠, 机充堂怀疑课程有必经初步访查部分学员讲师后, 认为表列课程未实际授课, 经查某班54名学员中仅4人说曾上过课外, 其余50人均正称从未出席明星科大人立加值方案课程, 另班48名学员仅5人正称出席过几堂课, 其余43人均从未出席这些课程。 为此明星科大乃停止发放其余课程补助经费, 请陈南等人返还已收受的补助经费, 中华产学交流, 协会与挂名教师等人陆续交回明星科大也将全数补助经费3324000元交回教育部, 经法务部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接获填举后, 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 全案依诈其罪嫌提起公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